为啥美国历届总统,都要打一仗?美国人说出真相,你绝对想不到。 冷战结束后,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。 回顾,冷战结束后,全球范围爆发的所有局面战争。 在这些战争都可以看见美军的身影,也有人说美国历届总统任期内都会发动一场战争。 冷战结束后,美国发动的战争主要包括,巴拿马战争,第一次海湾战争,阿富汗战争,伊拉克战争等。 那么,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任期都会发动一场战争呢? 美国军事专家称,每场战争过后,美国除了可以出售大量武器装备外,美军整体作战实力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,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,美国发动的这些局部战争。 参战国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,还有众多的同盟国。 而且,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,一般都是在伸张正义。 在这种情况,庞大的军费开支自然不会由美国一国来承担。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,美国发动战争都是稳赚不赔。 通过这些战争,不仅美军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提升。 同时,美国还赚取了大量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。